我去 两一块 两块 三块 大家好 我是卢小开 一个天天在山上转悠的一个 我算是小伙子吗 不算小伙子了 算青年 今天来采的是白灵芝 白灵芝也叫树蛇 看这也是白灵芝 只是它长得 很另类 长个小骨包 这个东西它长在这种死的风化树上 像我们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采些这种药材 或者说反正碰着啥就药材 因为冬天的资源比较少 我觉得 也有好多人就说私信或者评论 我说小开你这年纪情形 怎么不上大城市去闯一闯的 主要是感觉 进了森林以后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该有的生活 可能也是 我这个人性格也是 我不太 你们可能是不是说 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挺愿意说 挺愿意笑的 但是我现实当中的话 我也愿意笑 但是不太 不善于与人交往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 所以我现实中的朋友很少 从小到大 到现在你看30来岁了 朋友几乎没变过 一直都是那些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发小 变的话也没增加太多 媳妇和我姐在这叫了半天了 说这边有货 他们够不着 在哪呢 几块 一块 一块 一串 咋的现在都管白龙鸡 叫串了 一串一串长啊 那你看看 我看看 就是这么富有 还有一个大的 上面也都有啊 大的干下来啊 好 好 然后风倒了吧 你这都坐过半个小时了 哈哈 有没有做什么 走啥 几个 一 小开特别厉害 他有的时候进山吧 他能分准方向 高五 一进山东西南北就分不着了 五块 发现一个大点 好 大吗 让我干了两个窟 然后后边还让我看 小开你俩 小开你俩一比 你看他他比你白多了 娃娃姑在哪呢 在这呢 然后这片还有不少左树 一会再看着点左树上 这片的猴吐姑真不少 等到今天秋天的时候来行 能不能打 能不能打点 秋天能来打点 一先手不就够着了吗 你的海拔那么高 来 哈哈哈哈 嘿 哎呀 下来 好吗 这个 哦 咋的还上头啊 挺好的 又发现一个 我看挺小 这不行啊 这个烂了 打猴吐菇啊 走吧 我已经确定了啊 刚才 这次是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你们 这一冬天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猴吐菇 它是 我现在我发现它是这么大 它是新鲜的得这么大 你 不在哪里太高呢 你看看这个骄傲的 你俩 哈哈哈 走 看着了 大 哇 我这看着了 哇 哇 大货 我低估它了啊 这个这么 你看它现在这么大 新鲜的这么大 大来了 而且它还是两个呢 两个打在一块的 拿去两口的 你这儿敲坏了啊 哎呀 哎呀 真好 哎呀 哇 哈哈 你看那个笑声 长得真好看 来来来 哇 看 这个大不大 大 真好 你看这后面夹住了 你看 要不夹住更大 防止了 防止了它的生长 要不夹住的话 它得就是大圆球 来我看你 跟你头比喻哪大 它泡发了以后 能泡发好几倍呢 它这一泡发的 有两斤吧 两斤 这个这么大的水的 得有四五斤 是吗 哎呀真好这个 甜的味道 好酷